南楼县政府在清静新建了一条高山景观步道 县长林明珍赶在过年之前巡视工程师做的进度 并且与当地的社区来研议未来的营运跟管理维护 而清静高山景观步道可以说是未演先轰动 不但能够解决人车争道的问题 这绝佳的视野景观已经让各地游客引颈期盼了 而当地观光民宿业者 更是对于这景观步道的开放寄予厚望 走在景观步道上 县长林明珍也不禁赞叹 周遭壮观秀丽的美景 清静高山景观步道即将完工 将带给游客保览山光水色不同的视野 这个步道大概前场有1.2公里 可以在将来这个步道完成之后 所有的观光客到这边安全性非常的好 同时可以欣赏很多的美景 这样的话让观光客到清静来又有一个新的特色 比如说像齐来山啊 这个能高山啊 他们都是在高处因为只有有的游客只有路过 所以他们不是很清楚的能够看着整个在清静地区的整个山区的这个风景的颜貌 县长林明珍赶在过年前 巡视清静高山景观步道施作进度 并邀请当地观光业者及社区共同研商 后续的管理维护工作如何推动 全长1.2公里的景观步道 全程采高价方式新建 具有绝佳的视野及景观 不但有效解决人车增大问题 也为清静观光注入全新火水 让游客树能够再回到以前的光景 能够会有带来另外一番的观光的美景 县长林明珍指出 预定2月底将会完工启用 未来将采委外方式进行经营管理维护 在管理上 营运上我们会赶快来加强 来研究处理 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管理措施 在营运方面能够达到 这个观光游客的方便 未来委外经营的部分收益 将会指定作为弱势照顾经费使用 也是这条步道当初僻建的目标之一 县补观光处表示 二期工程已经争取到经费 将由清清草原南票口 延伸到北票口 全部完工后 步道全长增加到2公里 将是欣赏亲近高山全景最佳的地点 记者王昭胜南投县采访报导 BGM